大家好,我是Lia 今天我來擔任Reboot跟Gitmore的一日造型師 我之前要在我的臉書上面徵求一位粉絲來跟我Hang out 來跟我玩耍,就是我會幫他從頭到尾的大改造 我也找到了這位幸運粉絲來跟我玩耍囉 好,那我現在就來歡迎超出場吧 Yay Hi,Matera Matera,妳是喜歡Fashion,平常有在followFashion的人 那妳平常都看些什麼? 就是Word,還是上一些網站,我有看雜誌 都會 那妳跟我們大家再說一下妳平常的Style 妳平常怎麼穿 平常就是比較輕鬆、方便 那妳有穿高跟鞋嗎? 因為妳比較爽 比較爽穿 所以就是比較特別的才會 對 好,那我們今天我就要替Tera做個小小的改造 利用二手衣穿搭 我們和Lia的Style 我們來替Tera來挑選幾件衣服吧 好,因為Tera 平常穿得比較樸素 比較簡單,比較隨性 所以,因為我個人非常熱愛花花的穿搭 所以我替Tera挑了兩套 那我們來看一看 這個是一件比較oversize 安鬆比較大的花花上衣 然後這兩年就是很流行這種Style 就是這樣子有Style的裙子跟褲子 所以我下面再幫妳搭配一件 然後顏色的話就還是比較夏天 比較清涼的感覺 第二套的話 我替Tera挑了一件花花上衣 那我覺得在台灣的話 大家也比較不敢嘗試 橘色或亮色系的皮裙 真的是我自己的,我很喜歡 最後一套的話 就是因為每天都看得到Lia穿的 每個衣櫥裡都一定要必備十件的白色T-shirt 大家應該都知道 我無法抗拒破破的褲子 那我們等一下就來看看 接下來穿起來的褲子吧 好啦,那最後一套不知道大家喜歡嗎 經過了我和Tera的討論之後 Tera非常喜歡她的新風帽 就是花花穿搭 長一下妳的開箱 平常就比較不會選這種花的顏色 所以覺得這可以洗洗產品 真的,而且妳非常的適合 因為妳的皮膚就是很白皙 然後妳也那麼年輕 所以應該多嘗試 比較活潑層次的打法 好,那我們今天就決定 這件花上衣我們就送給Tera Tera今天的小禮物 然後我也有準備了一雙鞋子 今年很流行的厚底鞋送給Tera 其實這樣配很好看耶 那今天的一日造型師大成功 耶! 好,最後要跟大家講個消息 就是我們9月28的時候 會有一個名人二手開賣會 那我也會在這二手開賣會中 歡迎大家來幫我玩喔 謝謝 謝謝 之前有在Facebook上面 我們也爭取一位粉絲來跟我玩耍 來跟我玩耍 她好冷漠喔 她完全 好冷漠喔 拜拜